字幕秦璐 姚思宏 字幕秦璐 文書宏 字幕秦璐 知 pyramidal 1997年出的時,很多小朋友會買 一個寶寶,超過寶寶,還有正寶寶 20年前的寶寶和現在即時沒有甚麼分別 基本上 最初是玩具、動漫資訊 然後是連載的漫畫 最後就是抽獎問卷 我覺得這座文很豐富 大獎也會有一部遊戲機 這個也不錯 不知道,我未曾試過 Coco? 我的童年回憶 我小時候就看著這本書大了 但在上星期 這本已經出版了22年的漫畫雜誌 突然宣佈要停刊 和我的童年一樣 已經成為過去式 在Coco連載了已經20年的 本地漫畫家阿姜 和很多讀者一樣 見證著Coco 由高峰到有寒 他說最後一期最難落筆的 不是要為連載的故事 或一個完美結局 而是要為Coco 寫上最中回這三個字 我叫姜志杰 我從2005年開始畫新班 我最初在SuperCoco 連載一些短篇漫畫 大概是1999年左右 我記得是 那時候我想起 《數碼暴露》 《風之塑克》 《拳王》 《Herry》畫的 《校園爆笑漫畫》 《爆牙道》 當時也挺受歡迎 這些全部都是本地漫畫家 還有他們畫的都是原創的漫畫 第一次我有連載在Coco上面 那個回憶是最深的 你的漫畫真是引起那本書 真的拿出去賣 達到一個目標 我還保持那本書 阿姜說 全線奇蹟Coco 有80年載漫畫 都是出自本地漫畫家手筆 但是去到今時今日 其實到緣那期 本地漫畫家只有我一個人 其他都是日本授權的漫畫 你看到一本書 發覺已經沒有連載 那我就問回編輯 通常都是一些很現實的理由 沒有那麼多人看 那個漫畫 叫做緣了就算了 這樣就變成了 又少了一個賤友在 也有點失落感 因為始終都畫了十幾年 其實市面上不是太多機會 會再去做連載的漫畫 有些是沒有畫那個漫畫之後 轉行 沒有了 很可悲 真的 這本手上的Coco 是2011年出版 看回自己的漫畫 好像很久之前畫 真是這個 三重豪華大抽獎 那其實有 重量大獎是 IPOC Touch IPOC Touch 現在都沒有了 好像看了整個時代的變遷 原來不覺不覺 自己都在Coco練習了20年 一直得到這麼多讀者支持 他說這份功勞 不少得一班 用心執好每一個細節位的編輯 文字上的用詞 要執得最準確為止 我最記得有一次是畫打邊爐 那個邊字不是四條邊的邊 是有個很複雜的字 就算看漫畫也好 小朋友看了會影響我們去認識那些字 都是一個責任 不過說回頭 時代真的不同了 現在上網按個按鈕 什麼都可以免費看 還哪會走去買的 一年每本書排出來 你就這樣看下去 已經有不同的設計 顏色 就算書的大小 怎樣揭露 或者裡面的拉葉海報 都是花了心思去做的 就不是純粹一個平面的資訊 其實每一本書 認識它 或者買它回來的過程 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有些書可能 我問我是不是借回來的 借完不記得還 就一直放在書架上 其實有一份感情 都是要看書才可以有那種感覺 我們從小看漫畫看到大 但現在的年輕人哪有時間看 就算有 家長也想兒子 看多些有益又學到東西的書 或者做多幾本補充練習更好 漫畫?學到東西的嗎? 在漫畫裡面 看不同的地方 都會學到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 如果以入津為例 你會感受到 男生和男生之間的 友情、熱血 還有 就算你有多弱 不夠別人厲害 你都要努力去挑戰更強 挑戰自己 雖然未必說 一定是學到一個知識 但是 其實你可以在故事裡面 感受到一些概念上的東西 還有可能你不同的人 你會代入什麼角色 漫畫角色某程度上 都會教到他們 如何變得更強 小孩子 學了他那種性格 會一直在他自己 生活上表達出來 這些其實不會很表面 可能不經不覺 會影響讀者 也不一定 漫畫故事 不是純粹看了就算 還是笑了、開心了就算 都會有些得著 其實不同年紀看漫畫 都可以有不同的體會 當中有很多價值觀 可能從小就已經知道 但從來都沒有很深入的感受 直到人大了、經歷多了才知道 原來這些就是那本漫畫想說的東西 就算只是很淺白意明的大道理 這些得著都是終身受用的 這次興建議會 是新重建立的 很多年紀人的感受 都會聽見 很明顯可以